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涌流的321比334 元神5.0那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现在来到雪木人 左上方这个传送点 然后传染之后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往前飞 在前方这里有一个房子 在房子门口有一个镇守 圈王怪来拿宝箱 移租起壁 然后这里回到传送点 回去之后往西南方向 地图的左下方往前飞 好,飞到我们前方这个坡底下 在这里有个石头 下面这个,下面这个石头 在这里有两个苹果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捡起这个苹果啊 好,捡起之后西方的地图左边 在前方这里有一个 带有图案的这个大石块 但在左边这里 会多出一个挖具底啊 这是刚才摸那个两个苹果出现的 好,开启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北方向定住上方 这里从这个木板这里下去 在这里有个NPC跟他对话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接到的一个支线 然后这里说一下 我们头顶是有一个火神的吗 这里是比较高不好拿 有意解释可以接拿 没有的话后面做完任务会有一个狐狸 好,这里我们跟着任务指引 跳到这个坑底下 哎,继续往V走 好,这里跳下去 在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这里有个大石块 打破之后这里有一个回不吹 来,这里我们 布成这个狐狸 然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我们捡个炸弹 然后把它炸一下这个东方向这个墙 还炸开 好,炸开之后我们不要进去啊 我们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这里我们要踢到这个二龙 拉上来 在这里有个石盒子 然后我们再从右手边这里跳下来 然后朝着西北方向地图的左上方 哎呀 在这里有个闸门 我们来到这个闸门 这里等一下 等会儿会出现这个小地龙 他会帮我们开这个门 好,这个闸门背后有一个箱子 这里我们先开 开这个极瓜 来,进来 把这个箱子清给它这里 给它拉开 然后把这个机给它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箱子 这里拉回去 好,把这个送到这个墙面上 然后这里注意软素 好,这里千万块之后 这里 澳城门就开了 这里先重新附着这个狐狸 然后往这个东北方向这里 抬头勾上来 来开启这个珍贵的宝箱 然后这个门就碎开了 门碎开之后门这里进来 从左边这里往上爬 好,爬出来 好,对话完之后啊 这任务就直接完成了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没有拿这个神筒吧 我们用这个狐狸 直接勾上去 这里队主啊 队主要奥断跳 上来 加上神筒 然后我们再朝着西方向 地主左边 这里继续往前走 这前往远处这里 可以看到有一个正手 这里宝怪清一下 清王冠 来拿宝箱 然后东南方向 地主又下房 所以继续往前走 再起完这里还有一个正手 再起完这个山坡上 来,这里爬上来 清一下 清王冠 来拿宝箱 移租起 然后再叫宝箱旁边 这里 该打死一个那个狐狸啊 我们这里化身 然后朝着这个 南方向 地主下方 再起完这里有个哨塔 我们要来到这个哨塔 这个瞭望台这里 我们可以从这个背后啊 背后这里是有这个梯子 这里我们来上这个梯子 最左一半我们翻滚一下 再上来 开启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这个西方丢左边 这里继续往前走啊 这里继续拿着狐狸往前 这起完这里有个小路啊 我先拿起完这一朵花的位置 在西南方向 地主左下方往前勾 拿起完这个石柱上 在这里有一个 鸡 先摸一下 好 它往上飞了 我们自己抬头啊 这里做了这个钩子拉上来 好 自己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摸了之后 西方丢左边 自己下来 下面这里有一个正手 拿起完 清王冠 来拿宝箱 宝箱 也能引蛇出动 好 这里我们就 直接往上爬 鸡 来 来 注意跟着这个鸡 它会让我们顺路经过一个 传送点 来 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从这个洞口出来 开启这个传送点 好 开完这个传送点了 我们朝东北方向地图的右上方 这里贴着这个墙往上爬 爬上来 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里我们要跳到立座山了 摸壁行迹 好 最后比较矮的这个山顶上 有一个限时挑战 在开启挑战之前 大家先附走一下这个地龙啊 当然挑战比较紧啊 我们又会开启挑战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啊 往前 顿地 没有路手 我们就跳一下 放到对面 即再挑 一次要很快啊 来 开启这个宝箱 好 这里记住我们左边这个羊駝啊 我们一会儿要解救它 这是一个任务点 好 所以我们先爬上这个坡 然后朝着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 我们先去接一下这个任务 好 这里有一个羊駝 跟一个狐狸 好 这边切网怪并且对话完之后啊 让我们寻找这个一只羊駝 我们转向这个北方向地图上方 接着我们刚才做挑战经过的那一只啊 这里然后小边会出到这个剧情 好 这里剧情过完之后 东方向地图右边有一个 梯子 我们捡起这个梯子 然后回头啊 然后放到这个背后 这里送这个羊駝上来 好 这里对话完 我们这里要拿出这个安博啊 好 先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这里有个元素防备 这个是有点样的顺序啊 大家按照我这个的顺序来点啊 好 这是第一处 然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 往前走 前方这个羊駝的背后这里有一个 然后继续向前走啊 前方这个房子旁边 还比赛吧 这是最后一个 跟着小跑 安博顺序的结果之后 我们拿到宝箱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都采用前座 列 这里我们回去交一下这个任务 好 对话完之后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旁边这里有这个羊駝玩具 大家可以剪一下 这个可以拿收藏 然后 我们再转向这个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电文 追踪一下这个合成台任务 怎么 那就 我必往先飞 贴着我们左手边这个伞 这里飞过去 这里的 这里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 水面上的这个蜥蜴先给它复制呢 好 复制之后 我们这里 往这个任务点这里 流过去 先把它舔到这个 海上 这里我们过去 跟它对话 好 所以对话完之后 我们这里 附着这个吸引 然后往前走 所以我们要剪一下这个 剪一下这个牌子 好 前方这里 出现这个轨道 我们这里 拿这个发光的地板跳一下 坐在这个轨道 然后这里 好 这里往右转 跳上来 来 继续往前 所以 然后这个地板主要 我们往这里跳一下 好 注意到这个轨道 盖 我们那个经过把它放后面录下 这一节我们先不拿 别的宝箱有点多 好 这里 回去 跟这个NPC对话 好 这里对话完之后 那这个任务 就跑到下一个阶段了 它就回到这个社会的竞争场 这里我们后面再做 好 然后这里我们拿下 刚才做的这个挑战解锁的宝箱 好 这里我们拿下 刚才做的这个挑战解锁的宝箱 好 这里说一下 在左手边 左手边这里 木板上面有一个石盒子 那有些要自己去拿 好 然后我们往西放下 丢在左边 这里有一个牌子 我们打开这个牌子 好 会出现这个威力 好 这里我们吃一下这个威力 好 这里有个威力在这上面 然后继续往前 然后右转 好 就发光地板这里 我们 朝着这个西北方向 丢在左上方 跳起来 好 夹着后几个 然后保鲜 然后保鲜 然后保鲜桌 在这个西南方向 地图的左下方 这里下来 下面这里有两个水盒子 好 捡起了之后 西南方向 丢在左下方 那前方这里有一个 火神铜 可以跳一下 这水子这里有一个这个起跳 好 然后我们再往这个 东南方向 地图的右下方 继续沿着这个河流往前 前方这里有一个现实挑战 后来开启一下 好 这里我们打开这个牌子 好 前方这里我们 跳打 自己再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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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里会出现这个轨刀 好 随便对准 继续打 这边完成这个挑战 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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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站从前这里 跳打 然后途中解到一个火神通 好 这里如果你刚才没解到 你就 呃 呃 灯会再收吧 好 这边完成这个挑战 好 这里我们游过去 开启这个宝箱 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刚才这个 我们捡到的神龙 是在这边这一个位置啊 如果你刚才做挑战图说 没捡到牛 你们就自己 闯着到这个传说点 去爬在那个死处啊 它这个神龙是在属实处上面 好 然后我们再往这个 东方向 地腿右边 去往前游 在这个河段 这里有一个正手宝箱 那这一块清一下 好 这里说一下这个正手宝箱啊 除了这个岸上的 它有些在水边上啊 水边上它会躲在那个 飘浮雾的底下 呃 大家就可以做一下那个 蜥蜴 打破那个飘浮雾 然后再把这个怪给它清了 好 这样就可以解释了这个 珍贵宝箱 宝箱也能引蛇出洞